哈囉 歡迎來到Coby的跑步教室 最近就是收到一些網路上的學生跟粉絲們 在問說馬克超這個步驟 馬克超就是我們跑步的分解動作 結合起來那就是我們一個跑步姿勢 我來教大家如何使用馬克超 那馬克超它也可以運用在我們的 跑前 比賽前 甚至是我們的訓練前 那做這些馬克超的話 它可以預防你的運動傷害 糾正你的跑步姿勢 讓你的跑步更穩定 讓你的每個動作跟每個關節 可以做到更完整的伸展 更完整的一個姿勢 讓你整個跑步更有流暢性 我們來教大家今天第一個動作 這是我們的馬克A 馬克A就是我們曲幹打直之後呢 做一個抬腿 抬腿的動作的話 幫我形成三個九十度 一 二 三 三個九十度的時候 腳踝幫我注意一下 腳踝的部分不要掉下去 也不要往上扣太多 就幫我做一個平扣的動作 我們手做一個支撐平衡的動作 那一樣形成一個九十度 那我們做一個往前的抬腿走路 交換腿的動作 這是我們馬克A 馬克A的話就是一個 交換腿抬腿的動作 那曲幹一樣打直 保持正直往前走 OK 接下來呢 我教大家第二個動作 那第二個動作的話 就是剛剛的 馬克A的抬腿之後 多做一個墊步的動作 那我們一樣 曲幹打直之後呢 腳抬起來形成三個九十度之後 做一個墊步的動作 那墊步的話就是 我們支撐的這隻腳 幫我做一個輕微的往前 小墊步的動作 那換腿的時候落地一樣 支撐腳幫我做一個墊步的動作 那交換腿的同時呢 連續做墊步 然後連續做交換腿 那手一樣幫我保持一個平衡 那連續做的話 動作示範大概就這樣 那這就是馬克A墊步的動作 接下來呢 教大家第三個動作 馬克B 那馬克B的話 就是剛才馬克A的抬腿之後 做一個伸展的動作 伸展過後呢 我們的前腳掌 會落在我們的屁股正下方 那做一個交換腿的動作 那我們的手一樣保持平衡 不要晃動 那軀幹打直之後呢 伸展 抓回來 那它只有兩拍而已 1 2下來 然後換腿 連續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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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的頭一樣向前方看 不要做一個晃動的動作 那保持身體的正直 好啦 接下來教大家第四個動作 那第四個動作的話就是 就是剛剛馬克B的抬腿伸展過後的延續 就是抬腿墊部伸展 那伸展的同時呢 大家很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下去的時候呢 你的手會不自覺的做一個畫圓的動作 那這是錯誤的姿勢 那接下來教大家正確的姿勢的話就是 你在落地的同時呢 幫我做一個打直之後呢 你的手部 不要做一個往下晃動的動作 只是停留在原地沒關係 在換腿抬起來的時候再做一個墊步 那連續的動作我示範一遍 好 大概就是這樣 接下來教大家最後一個動作 彈跳提腿 那彈跳提腿的話呢 就是兩隻腳落地的時候 單腳支撐往上跳躍的過程中呢 單隻腳的膝蓋往上提 那落地之後呢 一樣發力點單腳用力往上提的時候呢 另外一隻腳膝蓋往上提 然後做一個連續的跳躍的動作 好啦 接下來我示範一次正確的動作給大家看 那就是簡單的彈跳提腿 OK 今天的Coby跑步教室訓練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如果大家還有更多想要了解的 跑步姿勢、跑步動作 或者跑步相關的問題的話 可以在我們這則影片的下方留言 告訴我們你想要了解的東西 那我們也會把它拍成影片來告訴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並且把它分享出去 那這邊可以訂閱記得訂閱我們 那下集影片見囉 掰掰